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常用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尤馬溫泉是日本的三谷湯之一 有1400年的歷史 除了可以泡湯以外 還有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景點 這裡位於冰庫縣的神戶市 距離市區不遠 大約35分鐘就可以到達 是關西旅遊可以拜訪的大景點之一 兩天一夜 一日遊或半日遊都很可以 從尤馬溫泉的空中攬車站 或是電車站走路幾分鐘 就可以到達主要的商業區域 整個區域的範圍沒有很大 是一個可以悠閒散步不用行軍的地方 在日本古老文獻《日本書記》中提到 西元631年 書名天皇曾經到此拜訪三個月 到了距近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 森人興姬在此建立了溫泉寺跟菩提寺 繞蓮昌時代有了溫泉旅館的雛行 過了將近一千年的今天 這裡一直是知名的溫泉鄉 尤馬溫泉除了入住溫泉旅館 也可以泡個當地知名的金汁湯 或是在雞汁湯外面使用免費的足湯也不錯 金汁湯附近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溫泉街湯本版 可以在這裡散散步買土產 包伯推薦兩個餐廳 竹裝肉店創業於大陣初期 販賣高級的國產黑毛和牛跟神戶牛 一定要吃吃看用神戶牛製作的炸肉餅 體驗一下高級版的庶民美食 包伯也點了一瓶當地名產尤馬西打 好喝 Café Dubois於1986年創業 跟包伯年紀一樣大 店內裝潢走法式融合日式風格 在這個1000年的日本傳統溫泉街上很顯眼 店裡面的座位非常的舒服 很適合在溫泉街走累的休息一下 除了溫泉街以外 大家也可以散步到西元724年建立的溫泉禪寺 看看油馬溫泉的歷史 喜歡大自然的話也可以到古之瀑布公園 吸收一下芬多金 看看瀑布美景 剛剛提到油馬溫泉的兩個車站 一個電車站 一個纜車站 雖然大家電車比較快 但是包伯更是推薦整個行程約兩個小時的六甲山纜車油 六甲山本身是一個一日遊的行程 但時間緊湊的人可以把六甲山當成是 從神戶市區到油馬溫泉的交通方式 我們從六甲纜車下站 達成1932年就開始運行的纜車 大概1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直接海拔上升500公尺 一路上景色非常好 到達六甲纜車上站後 在觀景台看個神戶市景等巴士的到來 搭上巴士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六甲空中庭園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IG打卡景點 歐風建築配上另外一個角度的神戶市景 有機會的話也想晚上來看看 從庭園走路幾分鐘我們來到六甲山頂站 可以直接通到油馬溫泉 這個12分鐘的空中纜車行程 是包括在日本體驗最棒的空中纜車行程 怎麼樣?用這種方式到油馬溫泉是不是很威呢?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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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音樂 發音樂